愿意奔着热乎的东西去啊 您家里有啥这个暖宝宝啊 小太阳啊 还有电热毯 是不是都开始运用上了 不过杨阳可得给您提个醒哈 用这些东西可得加点小心啊 热江的王女士因为晚上冷得睡不着觉 打开了电热毯 第二天早上浑身皮肤痛红 并感觉到痒痒的 后到医院经医生诊断为低温烫伤 被电热毯低温烫伤的 可不光是王女士自己 还有一位13岁的小女孩 她的情况还要更严重些 天冷 大伙常用的取暖身器 除了电热毯 还有体积更小 更贴身的暖宝宝 长时间用暖宝宝 会不会导致低温烫伤 有人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这次用暖宝贴了六个小时的鸡蛋 我们打开看一下 最后这个事情我可是懵了 我现在这衣服里头就贴着暖宝宝呢 那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 但是说这个鸡蛋外边包上暖宝宝 鸡蛋都能熟透了 好家伙 这暖宝宝 电热毯 感觉温度也没多高啊 咋就低温烫伤了呢 好 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好中一好中一好中二就选白草一兽 这里是由白草一兽中二房 独家关门播出的健康一身轻 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财犬老师 欢迎财老师 欢迎财老师 您是急诊科的 最近这段时间遇到低温烫伤多吗 每年到这个时候 低温烫伤的患者都会多 这个低温和烫伤就感觉他俩是联系不到一起去 一般我们所谓的烫伤应该都是比如说开水 然后把皮肤烫了 这是烫伤对吧 那你说这个电路子呀暖宝啊 这都是可以贴身的 为什么还能形成烫伤呢 我这么一个视频 用那暖宝贴在鸡蛋上六点烤熟了 是不是持续的长时间才会带来这个伤害 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低温烫伤不像高温烫伤这么容易理解 一个很烫的东西碰到皮肤一下就烧开了 那么咱们低温烫伤一般是45度以上的温度 持续造成的伤害才叫低温烫伤 临床比较常见是60度以上 就是有时候我们接着到农村的患者 家里的土炕烧得非常的烫 然后睡着了 既往这患者可能有些脑梗啊或者糖尿病 没烧肢体的感觉不像我们这么灵敏 就会被烫伤 那么它其实两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时间要长 虽然温度很低 但是接触时间长 第二个就是要有局部的压迫 让局部的血流减少活动 因为我们正常的血流运转 可以带走这份热量 它要是长时间这么压着 或我们暖宝这么长时间贴着 还可以与了一定的压力 那么血液循环不好 这个地方就容易温度热量聚集 为了让大家伙更加直观的看到 我们先不说六个小时 那个贴暖宝宝的那个鸡蛋 我们看一看两个小时 你贴在培根肉上 是什么样的效果 来看看 我们准备了培根片 用了把包裹住培根肉 在保温调节下 静待两小时 我明显现在觉得 这个手上的触感 就已经很烫了 我把它打开看一下 哇 原来这个低温烫伤 隐蔽性还挺强的 我们朋友问了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低温烫伤是不是相当于 把某一块皮肤 甚至是肌肉都慢慢烫熟了 是不是有可能比高温 瞬间的烫伤损伤更大呢 确实是这样的 高温烫伤的时候 我们集体都有个保护作用 比如说我们去摸热水器的热水 我们开得很大 一摸你就会收回来 那么低温的时候 我们这种不敏感 而且低温 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这个温度会逐渐的上 我们的皮肤的内层 我们叫脂肪层 甚至肌肉层 甚至筋膜层 去透过这个热量 所以它的烫伤程度是很深的 损伤的面积 可能表皮看不大 但是底下很大 它有这种火山口和冰山下的感觉 而我们这种表皮的高温烫伤 就是所见即所得 那么所以说这种烫得很深 我们治愈起来的时间 就要远远比高温的表皮 烫伤起大泡要长 过长时间使用暖宝宝 是有可能造成低温烫伤的 长时间用电热毯 也是同样的道理 低温烫伤后 有些人皮肤表面会起水泡 也有人会像新闻中 那位13岁女孩一样 烫伤处会形成 口小底大的黑褐色伤口 提醒您 用暖宝宝或电热毯时 一定别用太长时间 暖宝宝最好别超过两小时 也别直接贴在皮肤上 隔层衣物更安全 电热毯不要整宿开 最好睡前开一段时间 睡觉时关闭 假如要是你遇到那个高温烫伤 你先局部的降温是最主要的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低温烫伤 我先局部的冲冲凉水 这个玩意管用吗 从我们居家第一时间处理低温烫伤 高温烫伤是很类似的 都是要使局部的温度迅速降下来 那我们就是用凉水去冲 冲完了以后到医院 让医生来评估这个伤口的严重程度 最近我刷到很多美食脖子 都在家里制制这个冰糖葫芦 今天我们来做个不一样的糖葫芦 万物皆可糖葫芦 不少心灵手巧的人 最近可是都在家操作起来了 但有位朋友做糖葫芦时 可出了点事故 在网上看到了糖葫芦挑战 我自己也在家做了 结果在从微波炉里拿糖浆的时候 一不小心撒在脚上一小块 脚一下就红了 特别疼 还好家里有夏天剩的迅速降温剂 赶紧喷上了 快速降温剂 可以在几分钟内迅速降低室内温度 这位朋友想法可挺多 烫伤后用它来给伤口降温行吗 您看看这条新闻 陕西西安的王先生不慎被开水烫伤后 因烧灼感强烈 使用迅速降温剂 近距离对烫伤处进行喷洒 之后发现幼族第五指 发紫发黑 伤情越来越严重 不得不到医院就诊 因为伤口感染 不得不扩大原有伤口 切除右脚第四指和第五指附近 失去生机的组织 不论是高温烫肠 还是这个糖糖上 是不是都不能用 急速降温那样 是的 这是我们临床上绝对禁止的 或者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错误的治疗方法 那么我们可能看过一些 这个运动类的广告 甚至是运动比赛 受伤了 拿一个降温止疼的剂啪啪一通喷 觉得烧伤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处理 其实肌理完全不一样 我们运动中的损伤疼痛 表皮并没有破溃 它是一种软组织的损伤和肾出 我们喷降温止疼的剂的时候 可以减少这种渗出 而我们的烧烫伤呢 皮肤当时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温度 里面的毛细血管扩张非常厉害 如果我们用这种冰冻的 速降温的 会造成这些血管的突然的收缩 而这些收缩里 毛细血管的静脉收缩更为主要 那么这时候动脉依然在渗出 静脉被你收缩了 回流不上 导致我们这个皮肤肿脏 然后局部的阻止坏死 陕西西安的王先生 不慎被开水烫伤后 因烧灼感强烈 使用迅速降温剂 近距离对烫伤处进行喷洒 之后发现幼足第五指发紫发黑 伤情越来越严重 不得不到医院就诊 因为伤口感染 不得不扩大原有伤口 切除幼脚第四指和第五指附近 失去生机的组织 这听起来可太危险了 这新闻里的小王脚趾 都咋还变黑了呢 由于他使用了这种 速冻的这种产品 导致当时的局部回血 以及供血都产生了障碍 那么远端的组织 就没有了血供 没有了血供以后 就会产生这种变黑 坏死的表现 当时如果用正确的方法处理 可能不至于变黑 烫伤的 用迅速降温剂的可别用了 真危险 财老师我还想到一个事 那用这种退热用的物理 退热贴好用吗 物理降温贴 确实在温度方面 可以达到一个 比较合适的降温作用 但是这种商品 它不是一种无菌的 如果你的创面 已经被烫破了 有创口 贴上了这样一种 非无菌的东西 它会导致局部软阻值的感染 那么可能你这会儿凉快了 过了两天三天 你就感染回家重了 所以我们也是不建议 直接在伤口处 贴这种退热贴的 那么这种退热贴在于我们发烧的时候 贴在额头 贴在腋下 贴在胳膊腿 这种皮肤完好的地方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不适合我们这种烫伤的处理 怎么能正确处理呢 我觉得还是网友那句话说的对 就是用凉水先来冲一冲 对 凉水冲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冲完了以后 局部还会有这种肿 痛的感觉 那么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毛巾 里面放上冰袋 甚至冰矿泉水 进行一个局部的降温 和起到冷冻麻醉的作用 那么这个温度大概也就是在 零上是没有问题的 一旦这个温度低于5度 甚至零下 就会产生冻伤 自己做红烧肉熬糖的时候 被油糖混合物崩了 当时就起泡了 用针挑开可还是化农了 像它这种做法可不太靠谱吧 这个我们要判断 这个水泡的程度 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水泡 像我们临床说的这种 一度和二度浅的烫伤的话 我们是不用处理这个水泡的 那么如果这个水泡 明争眼漏看着非常大 像我们的这个话筒那么大 远远大过了硬币的这种程度 而且鼓得很厉害 我们是需要给它处理掉的 但我们这种处理 需要在无菌条件下处理 不仅要把水泡挑破 还需要用过这种点拨进行消毒 而我们在家里 是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医疗条件 和专业的这种技术操作的 请您看看这洞出了水泡的手 这是一位助手边关的小战士的手 他所在的岗位 气温是零下三十度 到医院处理完冻伤 他马上又要重返岗位 感动之余 我们也想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您也遭遇冻伤 知道该怎么处理吗 冻着了赶紧找热乎地儿啊 我们在农村 进屋赶紧找个小炉子烤火 天冷冻着手了 冻着脚了 赶紧烤火 或是把手脚放进稍微热点的水里 这俩招估计不少朋友都尝试过 那要是冻伤了 这么做能行不 白草益寿中药房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洗澡 洗浴也能猝死 遇到的在洗澡中发生意外的患者 要比我们这个季节发生冻伤的还要多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经 流感不止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宝宝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抗病毒口服液是皮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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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怎么过 过得活力刺涉 过得伸手矫健 节日关爱父母关节 请选健力多 汤臣被健健力多 补软骨护关节 流感不止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宝宝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抗病毒口服液是皮特的 为什么天冷时 甲减的症状会加重 甲状腺素对我们的产热 起了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天气冰冷以后 我们血的甲状腺素会更多 所以说患者的症状会加重 沈阳国医甲状腺医院 提示您关爱甲状腺健康 你要哪一个 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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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都市频道 新春台力又来了 从12月16号开始 连续半个月 就是到12月30号 每天20本台力大放送 得到它的方法特别简单 关注我们 近黑真青的得音号 在我们每天发布的 第一条视频下面留言 要台力 并加上您的一句新年祝福 对谁的祝福都行 那我们将随机抽取20位朋友 可以得到我们2022年的 都市频道 新春台力一本 还等啥呢 赶紧关注我们的抖音号 留言得台力吧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清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好中医好中药 请认准百草异兽 本栏目由百草异兽 中药房独家冠名播出 好的 大家一会可以登录一下 我们健康一身清的 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在抖音里边搜索 健康一身清 就可以跟我们亲密的互动 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 是来自于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院急诊科 财犬老师 欢迎蔡老师 欢迎蔡老师 观众朋友们好 天冷冻罩手了 冻罩脚了 赶紧烤火 或是把手脚 放进稍微热点的水里 这俩招 估计不少朋友都尝试过 那要是冻伤了 这么做靠不靠谱呢 这一次的答案 咱等会儿再揭晓 关于冻伤 元宝 有个问题想问 那我很想问一下 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室外 走的时间很长的话 你看手啊 耳朵啊 包括脸 都会冻得那种通红通红 有的时候 甚至就是摸上去 都没有知觉那种感觉 那算是冻伤吗 这个如果光从我们老百姓的肉眼看 是比较难区别的 我们在临床上有这种冻窗 有局部的冻伤 还有全身的这种冻伤 那么跟我们的这种烫伤类似 分一度二度三度四度 我们老百姓肉眼所能看见的冻红 可能只是一个低温的表现 一般不会达到冻伤的程度 我们通过简单的复温 比如说拿我们的手套帽子 盖住我们的这些地方 甚至是进入到屋内室内的环境 有个20分钟半个小时温度的交换以后 局部的这个血供回来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到了一个室温 或者是一到两天 局部的那种冻红 都没有明显的改变的话 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 那是一个冻伤 是冻伤 假如要两天左右 我这个手部的这个红肿消失了 还需要去医院吗 那就不需要了 两到三天局部的这种红色的冻伤 慢慢的已经趋近于周围皮肤的颜色了 摸上去也没有痛感 那么这样我们是不需要额外治疗的 就像我们被热水杯烫伤的一样的那种 一度烫伤是不需要治疗是一样的 我小的时候吧 冻伤过一次手 结果现在每年冻天 原来冻伤的地方就总是四脑 这是咋回事呢 这个是因为局部的组织被冻伤了以后 神经受到了损伤 特别是末少神经 那么这种末少神经的损伤 可能并不影响他的手的活动度和灵巧度 但是会影响到他手的感知觉和触觉 那这个有啥办法不 这个后期可以在我们医疗里边的这些康复科 做一做这种超短锅 还有这种电治疗 能促进一下这个末少神经的再生长 但是效果可能达不到他预期的那种程度 冻着了赶紧找热乎地儿啊 我们在农村 进屋赶紧找个小炉子烤火 冻伤之后烤火是可以的 但是烤火一定要把握度 我们不能守在炉子旁边 炉子很近 这就是火吧 这这么烤 这么烤就容易产生 一会就熟了 低温烫伤的又出现了 所以我们当室温或特别冷的时候 烤火要离火一个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多少合适呢 如果你有温度计 那么就保持在40到45度 如果没有 你就感觉到有微热就可以了 只要是我们的室温 或者是温度高于体温 那么这个进行热交换 都是有利于我们一个负温的 而如果这个温差过大 就会导致我们低温烫伤的问题 就又出现了 好比说我们这个手 我们冻伤 回到屋里也不能马上烤火 不能用热水洗吧 对对对 30到35度的水温就是比较好 那么再高一点可以35到40 但是咱们不建议使用40度以上的温度 进行一个快速的浮温 这个比较好理解 温度特别高了以后 它本身是冷的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感觉都不敏感 你用一个很高的温度 很容易就产生烫伤了 我们都感觉不到那个热量的时候 手就已经被烫伤了 那这个我们怎么样 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比如说咱们今年夏天 比较那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公共事件 就是白衣马拉松的很多湿温 那么对于这种湿温的患者 我们都是要给他进行复温 复温讲究 一是温度 二是湿减 不能高温 不能快速 我们要正适合体温的这个温度 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浮温 所以就是以前有些人会说用血搓手 这种温度是可以的 或者是穿预寒衣物 那都是没问题的 热水泡热水烫 那个电炉子直接烤 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 就会导致我们低温烫伤的问题就又出现了 我们互动学友朋友问了 这个冻红了拿酒精擦一擦行吗 拿酒精擦是不建议的 特别是我们冬天 本身皮肤冬天就比夏天要敏感的很多 酒精一擦会破坏我们这个皮肤的表层 而且这个酒精会产生一种散热的作用 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夏天或者发烧的时候 我们拿水擦会有点凉快 如果拿酒精擦完凉快的更多 所以当时你只会感觉摩擦产生的热 但是酒精反而会带走更多的热量 会导致你的局务温度降得更低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们会不会这么推倒 以前人都认为喝酒能够暖身的 您说了 酒精可能会带走更多的热量 那会不会酒其实并不暖身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 当时的人们说酒精暖身 是他在那边吃边喝的时候暖身 你看看你要是什么都不吃 在外面干喝酒是不行的 洗澡洗浴也能猝死 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生青 节 怎么过 过得活烈四射 过得伸手矫健 节日关爱父母关节 请选健力多 汤臣被健健力多 补软骨护关节 节奖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年养得 四季龙船 期盼 一如既往的执着 万象更新 刚才 2022 2022都市频道 都市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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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手 保力辽宁 心情打造 2022年都市频道 新春台育 榜样的号召力 满满的正能量 生活向上 美好同行 都市频道 和你再日系 大家好 欢迎走进都市频道 携手 国大药房 成大方圆 养力方 经三期 联合发起 只要你安康 健康辽宁 公益行动 安全用药 科普事件 上期的问题是 多次测量血压 正常后 可以自行停服 降压药吗 A可以 B不可以 有请辽宁国大药房 旗下中华老字号 天一堂药房 中医人所 座堂中医 王炼威 为我们提供专业解答 正确答案 B不可以 确诊为高血压的人群 应长期规律用药 即便血压 已经控制在 正常范围内 也不可以 擅置停药 停药或者改变剂量 都已出现血压的反弹 发生危险 好了 上期的问题 您答对了吗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 也来了 请听题 季节变化和天气 对高血压真的有影响吗 A 有 B 没有 发送您的答案留言 到健康预生清 微信公众号后台 每天会从正确答案中 随机抽取6人 赠送有养力方 提供的价值 139.8的福林粉 葛根粉礼包 现在到国大门店 参与健康打卡 还能吉红花换好礼 抽取聊台主持人 新春台力 详情咨询 02488393576 预知正确答案 下期垂时收看 下期见 关注健康的您 我第二个部房去看一看 那就是都市频道健康城 关注健康一天清 以及都市频道 其他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找到健康城咯 这里要不少健康养生好物 没准呢 您就可以选到 适合自己的东西咯 各位广告之后 感谢回来 这里是最关注您健康的 健康一天清 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 是来自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急诊科 采犬老师 欢迎蔡老师 欢迎蔡老师 观众朋友们好 谢谢老师 老师大人碰碎 不好意思你也少了 再一次洗澡 突然间就 扫地了 扫地之后 哪有120车来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在洗澡中发生意外的患者要比我们这个季节发生冻伤的还要多 因为在洗澡的过程中 因为在洗澡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外面的温度低 洗澡肠的温度高 我们外面的时候血管收缩 进入澡堂以后 血转一个突然的扩张 这是其一 其二 进入到澡堂是相对密闭的 特别是这种桑拿房 还有这种大亭里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发痒 发痒了以后 我们这个特别是老年人 中老年人会有遗国性的这种意识上失 头晕 迷惑 血转扩张又导致他的血压下降 这两个因素一叠加 老年人就容易在澡堂中发生意外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澡堂会标出来老年人不能单独入狱 或者高血压患者不能去桑拿房 需要两人陪同就是因为这种客观因素的存在 取暖神器很可能伤身 低温烫伤要预防 别太久别太近 自制糖葫芦很流行 不小心烫伤要谨慎处理 冷水处理最重要 有泡千万别轻调 冬天猝死高发季三高人群得警惕 泡澡温度别太高 待会可以登陆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在抖音上搜索健康一身轻 来跟我们亲密的互动 各位好中医好中药就选白草一兽 这里是由白草一兽重要房 好中医生